我們這個十四祖星討論你自己內心世界的系列 終於來到連真星 連真這顆星 通常也是在學紫薇抖術的時候 最難被人家掌握的一顆星 然後解釋千奇百怪亂七八糟 索爾的星藥 它除了這個字面上的這個名字以外 它真正代表的含義 在化氣是什麼上面 化氣就是那個把東西用高溫把它掃掉 然後剩下的核心 所以它其實意思是 這個星藥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紫薇化氣為尊 紫薇星藥的其實是尊寵跟尊貴 太陽化氣為貴 它藥的是地位 高的一個地位 我許化氣為財 我許星的核心價值 是所謂的金錢價值 所以每一顆星它的重點 都是在那個化氣是什麼 連真星化氣為什麼 化氣為球 這個字讓大家往往很難去掌握它 所以很多書會告訴你說 連真星會代表官飛 因為它化氣為秋 你會關起來 很多書會告訴你說 連真星因為它化氣了 它就不連不爭 當然我們也是這樣子講它 但是書上又會跟你講說 連真當化露的時候 它叫連真清白鴿 這個人又非常好 到底怎麼樣去分辨它 有的時候非常好 有的時候不連不爭 其實都在球的這個字上面 事實上這個字 它意思並不是把你抓去關的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它可以被解釋成囚禁 囚禁是什麼 其實它指的是一種 對自己的束縛跟要求 你覺得自己不可以去做什麼事情 你對自己的控管 我們學到很多在斗樹上面 會有類似這樣的概念 比如說天象星是你的規則 太陽星是你制定的規則 那天象是你對環境的規範 所以天象星的人去吃飯 會要求餐廳狀況要好一點 廁所不可以髒髒的 因為那是你內心對環境的規範 那連真是什麼呢 連真是拘束 也就是說你理性的 對自己個人的要求 天象星如果講的是說 我在不好的環境裡面 你可能會吃飯不舒服 或是你會重視你的人際關係 透過你自己對人家來幫忙 然後讓人家也給我幫你 讓自己的人際關係的網絡 能夠控制在自己的手上 那連真心它代表的其實就是 我覺得我應該怎麼樣 把自己這個事情做好 可以做到盡善盡美 所以連真心在古書上面 會代表了外交官的意思 你想想看 一個國家派出就是外交官 他是不是要恪守自己 要連結而清白 免得人家覺得 哇你這個國家派出很奇怪的人出來 四化都是因為 心藥產生出來四化 所以當連真心畫陸的時候 陸我們把弱把當成好處 它是因為要求自己而得到好處 那陸存呢 它是因為 加陸存心之後 讓心藥的好的特質發揮出來 弱的特質呢 掩蓋掉 所以不管是畫陸或者是陸存 都在某個層面上面 會被人家說它是連真心白隔的 原因就是因為 他因為要求自己 約束自己而得到好處 或者是他的好處 就是懂得要求自己跟約束自己 這是加了陸存 所以他叫連真心白隔 原因是因為這個樣子 可是如果有一天 他要求自己跟約束自己 約束不到的時候呢 或要求不到的時候呢 是不是就表示說 他本來要約束的那個東西 那個列根性跑出來了 當然就會被人家講說 哇那這個是不連不爭 因為他約束不住了 那再加上連真心呢 除了連真天府之外 連真心會跟連真七煞破君 貪狼天相同工 那除了天府跟天相呢 天府呢 某個層面來講 他碰到殺技 他比較不怕殺技 然後再來 天府呢 他是比較有謀略的人 所以他可以控制住連真心 如果他變成那個不連不爭的時候 天相呢 他自己本身怕碰到殺技 所以你可以看 連真的五個組合裡面 只有一個連真跟天府 這個是比較不怕殺技的 其他的其實都怕殺技 其他的只要那個連真心的拘束一被放開 連真的拘束怎麼會被放開 連真化技 或是碰到殺 那他拘束一被放開 這個球不見了 然後牢籠一打開之後啊 跟連真同工那幾個啊 七煞破君跟貪狼 他是不是就有熱情本放 貪狼的慾望更大 破君的夢想更大 七煞的堅持跟固執衝動就會更大 這就是為什麼人家會說連真怕殺技的原因 其實他就是在那個牢籠 約束狼自己一切都很好 沒有約束狼自己的時候 那個個性反而會因為被關久了 然後暴衝出來 反而會比單純的七煞破君跟碳狼還要再嚴重 他的基本原理是因為這樣子來 那因為如果你不知道這個原理 你常常在念那個書的時候 在看到盤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去分辨好 哇這個連根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對還是不對 因為通常啊 帶到連真體系的人啊 他在那個懂得要求跟約束自己的過程中間 他同步的會散發出很迷人的魅力 也會讓你覺得是個不錯的任 可是一旦那個規則被打壞掉的時候 那個迷人的魅力啊 就會變成迷人的殺傷力 就很大的作壞力 你知道嗎 通常啊 要做大壞事的人啊 都是要長得帥跟聰明的 長得醜跟笨的 像老師這種就做不了什麼壞事 所以這個是連真難以掌控的地方 那因此呢 當連真心呢 落在十二宮的時候啊 其實代表就是 我們自己內心 對於那個宮位 對於自我的要求跟約束的力量 你落在夫妻宮 你的感情就會有個約束跟要求的力量 在關怒宮 你在工作上就有約束跟要求的力量 這個約束跟要求 都是因為你希望 你可以把這個宮位的事情做得更好 所以你約束跟要求你自己要一個規範 那為什麼連真心在財博宮的時候呢 一般都會告訴你說 他是透過穩定的存款 收利息 或是當包租公 這種能夠 來去賺錢 買好的股票 像台積電這種 會每年發鼓勵的這種 原因就在這邊 他每一個宮位 如果放在連真心都是告訴你 他其實要的是一個 很能夠約束自己然後不要去亂來這樣子的宮位 只是為什麼一般我們都讀到不會這個東西呢 因為十二宮上面很容易出現殺雞 對不對 有長期在看我們影片就知道說 宮位上隨時隨地就有殺雞進來 所以隨時隨地我們都會有那一種 我平常對感情很好很乖 可是突然之間我就會覺得說 我都這麼乖這麼好 可是為什麼我的感情還是不對 所以我打算來變壞好了 反正壞壞才會惹人愛 他其實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因為盤上會有殺雞在變動 所以才會造成你在某些時間點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我不要當乖孩子了 我要來變壞 或者是你會覺得 如果說我要把工作做得好 但是我做一點點壞事 目的就可以達到了 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記不記得我們剛剛講的 連真心他之所以約束自己 其實是因為他希望把那個工位守護好 把那個工位所代表的事情做好 如果讓工作可以做得更好 他有一點點的放開這個牢籠 那他也是可以接受 這就是為什麼連真心 他會有讓人家覺得 有這種正反兩面 很大落差的這種概念 可是回歸到骨子裡面 其實他所在的那個工位 都會是你自己生命中 你希望要把它表現得很好 跟照顧得很好 跟做得很好的那個工位 然後並且因為這樣 你會對自己有諸多的要求 怕的只是說 在要求的過程中間 可能你忍不住的 你碰到煞氣 你衝動了 然後你就希望 要走一些比較偏門的空境 好 謝謝大家 利用折斗術改變命運狀況 改變自己的人生 大家支持一下我的新書 謝謝